你好 大家好 我叫韩敏 今年34岁 来自山东 现在是互飘一组 互飘 对 哪年去的上海啊 11年 高中毕业之后 考上大学我就没上 然后我就去上海了 考上大学为什么不上啊 年轻嘛 然后觉得我要去大城市看一看 那你这个考上大学不去的这个行为 家里人肯定得反对吧 是 当时我爸爸妈妈特别反对 真的是欺诈了 但是我就特别硬 然后真的也不顾父母的反对 然后我问朋友借了500个钱 然后我就去上海了 当时我去的上海的时候是冬天 上海的冬天特别冷 我凌晨三点三四点钟下了车 下了车我就在那个上海站 那广场就等他 然后其实我朋友他也是 刚到上海没有多久 然后那个对上海不是太熟悉 其实我们俩都不知道上海有两个站 一个是上海站 一个上海南站 然后我们俩就一直找不到 等到他接到我 大概都已经中午11点多了 我就站在那里等了九个多小时 就带着500块去了上海住在哪呢 我第一份工作是服务员 然后当时是管是不管住 没有住的地方 然后我就住在我上班的那个酒店的包房里面 其实那个包房是不让住的 然后因为我没地方住 但是还得生存嘛 然后我就每天人家下班我也下班 但是人家是回到家或回到出租屋了 但我还得就是等于是装模装样的走了 然后再回来就是偷偷地到那个我们工作 偷偷摸摸的 不是老板批准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睡在那个酒店的包房里 因为还有行李嘛 然后我把行李就放在分装放在那个 最近的超市 然后那个储物柜里面 然后就是因为身上本身就没有多少钱 又没发工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 然后轮到休息了 因为我身上没有钱 就剩6块钱了 还得吃饭 当时我那时候就 6块钱我吃两天 那顿饭我记得我吃的是麻辣烫 然后它最低消费是6块钱 然后我当时记得的6块钱 我全部吃的是面 因为吃的能够顶饭 要吃饭 要吃饭 其实后来这种就是好了之后 慢慢地其实我熟悉了周边的环境之后 然后我就去附近的超市去做促销员 然后去发过传单 反正就是什么挣钱我就干什么 你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一身跑到上海人生地不熟 也没钱 也不开口跟家里要钱 对 当时那个绝对不可能 哪怕饿死也不会跟家里要钱 因为当时还是年轻 那后来这一切怎么改善的 我在上海 除了我爸爸之外 我遇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我的贵人 12年的时候 也就去了没太长时间 那个时候自己有固定的住处吗 还是 那时候有 因为我什么都干 到了急定急使之后 我想去大的公司应聘 那个销售做前台 所以慢慢生活改善了 对对对 也能租到房了 也不会饿肚子了 对 关键是在上海遇到贵人了 对 遇到了我的贵人 那我们小敏的贵人究竟是谁呢 赶紧把两位请上来吧 来掌声有请 你好 欢迎两位 刚才你提到了 其实有一位贵人是你的父亲 对 他父亲在这两位当中 对对对 那另外一位 是我老公 老公啊 对 你先别回答 请我们老师也猜猜 哪位是老公 哪位是父亲 感觉是高个儿是老公 那高个儿的显年轻 我怎么觉得高个儿像父亲呢 没眼更像一点呀 您这是不是也近视了 他显年轻 不是 他是显年轻 你看他身板 我的意见相反 我总觉得高个儿 很像这个父亲 这个中间矮个的 可能说是有这个 因缘关系 像夫妻 两位男士自爆一下家门吧 先说姓名 年龄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来自山东 我叫樊叶平 今年56岁 我叫朱平安 来自上海浦东 今年68岁 爸爸是56 老公是68 对 小敏确实找了个笔字 公司一代有34岁 对 34岁 那讲讲吧 当时怎么又遇到了 你这个贵人了 认识是从一部手机 然后我刚买了一部手机 然后那个在公司里 正很得意的 正在玩 然后他就走过来 给我撞碎了 然后我当时看我那手机摔碎了 我那心疼劲了 因为当时那手机也不便宜 然后我就骂他了 指着他我就说 我说你眼瞎 你走路不着眼哪 都不看哪 因为我当时确实是看到 我那手机都碎了心疼 那他一骂把我当时 妈也说话 都说妈遇了 妈遇了 我想这个小姑娘 怎么这么厉害 骂完他之后 然后因为在场 有很多人都出来了 然后我一看 我老板脸都绿了 然后我就知道 坏了 肯定是 老板的朋友 老板的朋友 然后我当时想着 其实还是后怕的 想着骂都骂完了 无所谓了 反正大不了辞职呗 然后他就跟我老板说 没事的 他说确实是他不小心撞了我 然后就是反应都是正常的 赔了吗这手机 赔了 赔了